我问过我父亲 我就说你从什么时候 就比较大彻大悟了 是不是因为秦城敦的监狱 或者是59年路上会议 把你开除了以后 然后你在摩托大公里 就在秦城监狱里头待着 所以就想明白了 他说不是 他说是平反复出以后 1979年踏上美国国土的那一瞬间 他彻底醒了 他看到美国是那种富足啊 老百姓那种自由啊 因为他过去只去过苏联 他不知道西方世界 有这样的富足 当日战就举入过来 就是共产党的这条路线 是已经完全错误了 咱们要从共产党的这100年来说的话 就是在他们进延安之前 共产党只有4、5万的党员 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党 但是到了延安以后 因为大批支持青年的庸入 共产党就一下子从4、5万扩展到4、50万 所以它是共产党里的新生血液和新生力量 那他们进到延安以后呢 一下就感受到了这种的不平等 但是他说他是接受的 他说反感的是什么呢 就是《警方日报》改版的时候呢 毛泽东来讲话 针对着王世卫啊 他们对延安的这个等级不满 毛泽东大讲了一切 然后就说 我就是点两个年了 我就是穿鞋的布 我就是穿吊胖的 他就觉得 你怎么这么欺凶狭窄啊 我们无非就是批评批评 这么激烈地反驳回来 这么大肆地宣扬自己 就是要撤出 这个人非常难看 他是被五天五夜不许睡觉 就是不许眨眼睛 他说他熬过来了 但是关到保安处的呢 另一个人是十五天十五夜 不许睡觉 而且是就是把人 绑在一个木头的十字架上 就这样捆起来 是这样的 你知道他说还有什么 一个老虎盗 我说你怎么 就不想想 这个共产党不对劲啊 我觉得还是受那种 思潮的影响吧 就是在一个整个的 大的革命的洪流里头 个人嘛 无数轻重啊 那么再加上 那个马克思丁 共产党的这一套 特别是那个刘少奇的 共产党的个人修养 那人就是罗斯丁嘛 它不是有人性的东西 而是一套 我发现那个时候一直到文化党命出出之前 他并不是特别的很明确的认识到 这个党已经真的是不荣耀 真的是一个反人民反国家的这样一个党 他并没有认识到 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因为当时他整个的社会气氛和政治气氛 是非常的高压的 后来让他能够静下心来彻底的回过头去反思去思考 那还应该是六四了 就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党 他觉得共产党走的这一步就已经完了 六四以后让他接手中共主持史资料的这个编准工作 让他总统统 那么他就接触到了很多他之前的资料 因为你想共产党的这个级别是很森严的 他一个做工程的水利电力部的人 他是接触不到共产党的这个组织方面的资料 而他呢又是进了延安以后的这样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 对于这个之前中央苏区的这个事情 就是红军在进入延安之前的事情他完全不执行 那么这一部分的历史党案资料是他非常的震撼 还有就是当时邓宁超看着手的就一定要把周来的生前的很多东西要销毁 这是经过他的省的 那在销毁之间他看到了周来的很多批事 他觉得就是比私人帽还私人帽呢 那对他也是一种非常大的震撼 他的最后彻底的这个醒悟是 就是习近平要修宪 这就是要连任 这个老婆就彻底结婚 知道可是心上台不久 这个我一会儿老朋友的女孩在一起闲聊 她就讲了一句什么话呢 毛病不爱 饥饿成熙 优优狱要持续 岁月 appreciative 出发